嗨大家 今天的影片是想跟大家分享我平时注意的五个小细节 可以帮忙提升整个人的质感 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觉得你是一个会照顾自己的人 身为一个刚满18岁的小妹妹 身为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姐姐 这五点是我实施好几年下来已经完全离不开生活的小习惯了 不过保养这种东西呢 真的是除了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你状态好开心之外 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懂得照顾自己的成就感 而且通常越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越重要 毕竟魔鬼藏在细节里 第一点就是定期的运动 你可以选择任何自己喜欢的运动 像我从以前尝试了很多不同 可能我跟Kevin去学重训 或是在台湾的时候去上了Tabata等等的 最后我找到一个我自己最喜欢也最适合的就是瑜伽 因为我们运动的目的呢 不一定是为了更流行 或者是让自己的身材变得多好多健美 但绝对是为了健康 而且现在也慢慢都变成是一种lifestyle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有持续长期运动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也不少 可以帮助排毒 竟然让皮肤跟身体变好 然后增加气色减轻压力等等的 而且也会让你多喝水 然后通常运动完之后会对自己有一种很肯定的感觉 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吧 就可以大大提升那种满足感 第二点就是包养眼周 虽然有些女生会觉得 反正到了25岁上下之后再开始包养眼周就好了 但是其实眼周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很容易透露你的年纪 所以在我自己的保养过程中除了我最注重的保湿功能之外 提升肌肤的防御能力也是我很注重的其中一点 在现代的生活中不管是空气污染或是紫外线 我们都需要帮皮肤做好防御 就像我在家的时候也都会涂防晒 除了增加保护力之外 增强皮肤的防御能力也可以让皮肤搭好基础 长时间维持在理想状态 等于说是多重保护的概念 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超爱的 Shiseido 滋生糖红颜激活露N 这是我的第二罐已经快要用完 你们看得到在这里了 然后这个size是我在机场还是飞机上买到的 反正它是特别大品的size 我之前买第一瓶的时候呢 完全是在好奇心的情况下想说试试看新的一个精华这样 结果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早上起来看镜子 我都会觉得皮肤有那种蓬蓬嫩嫩的感觉 就很明显感觉皮肤变滑嫩 所以之前用完第一瓶大罐之后 好像有经过机场还是在飞机上 我忘记有看到这个size 我就赶快又买第二瓶来投货 因为对我来说它这么大罐的容量才够 它刚提出来的颜色是属于有点白色半透明的 但是当你把它推开之后它会完全变成透明色 吸收度很高而且够滋润 但是完全不油腻 还带了一点香香的味道 反正涂在脸上真的是一种享受 也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一瓶了 所以当时收这一个红颜激活润眼修复露恩的体验邀请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毕竟我本身就一直都有在擦眼部精华的习惯 偶尔如果有时候失眠 或者是没有睡好压力大的时候 比较容易看起来会倦带七色差 它的包装跟精华液是同一个系列的 质地也差不多 但是我自己觉得眼部精华在更固态一点点 但是一样好吸收味道也舒服 我习惯用无名指在指腹上均匀搓热之后再涂到眼睛上 因为无名指的力气是最小的 比较不会伤到眼睛周围的肌肤 用了之后会明显感觉到眼睛周围变得比较保湿滑嫩 尤其做好眼周保养 在上妆的时候眼下遮瑕很贴妆之外 也不会有最害怕的出血问题 那我自己保养方式呢是 像脸擦完精华液之后 我们会用乳霜再来锁住嘴份 所以如果眼部你们想要再加强的话 使用完他们的眼部精华之后 你可以再选择自己喜欢或习惯的眼霜来锁住水分 这样的保养方式对我来说是最有效的 所以这是我近期最爱的1加1保养方式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眼周保养真的千万不要忽略 第三点就是手跟脚指甲的保养 你们应该都知道很多人注意一个人的整洁 第一眼就是会先看他们的指甲跟手指头 因为如果你手指头还有指甲也保养好的话 就会给人一种整洁舒服的感觉 我本身的手指头呢比较短 所以一点都不线长也没有特别美 就是甜不辣手 所以我都会习惯用做指甲来帮我的手指头加分 但是我真的觉得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做很多样式或很花巧的样式 看起来才会好看 通常我自己喜欢素色素面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耐看最有气质的 而且也可以撑比较久 像我平常是一个月换一个颜色 不过当然如果你们每个月没有做指甲这个支出的预算的话 也完全没有关系 只要自己平时在家有固定去死皮啊 修剪指甲保持指甲的干净 擦乳液跟Colico Oil 其实也就够了 哦我忘记说 像手镯跟膝盖很容易会沉淀角质跟色素的地方 也一定要擦乳液跟去角质 很重要OK 就是这样夏天穿短袖或短裤的时候 看起来才会有一种嫩嫩的感觉 第四点就是头皮跟头发护理 发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管是你自己在家护法 或是你出去给人家护法 只要是柔顺不毛皂头发 谁看了不会喜欢呢 不过当然头发护理到一个程度也是有限的 我们这时候还有头皮护理 反正我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你们应该也都听腻了 但是头皮护理跟保养头发 还有保养皮肤是一样重要的 有健康的头皮才会长出健康的头发 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头皮 同时也可以防止脸下垂 因为头皮跟脸皮是同一张皮 OK我就点到为止 因为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第五点就是穿素色的衣服 这个当然非常见仁见智 因为有些人穿有花样才好看 但是像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是觉得我比较适合穿素色的 可能因为体型的关系 我是属于比较原生的 所以当我穿有花样 或是比较花俏的衣服的时候 在我身上我就觉得 那个花是不是看起来比瘦的人穿起来更大 还是有可能是我错觉 但是我就只要穿上有花样的衣服 我就会有点浑身不对劲 所以就像做指甲选颜色一样 我平常就喜欢比较素面素色一点的 but don't get me wrong 我偶尔新鞋来潮 也是会穿给比较夸张或是花俏的衣服 只是on a daily basis 我觉得穿素色的话 会给人一种比较稳定的感觉 而且素色的衣服 除了很容易互相搭配之外 也比较不会有过时的问题 虽然素色穿久了会有一点点无聊 但是这不代表你只有黑灰白可以穿 或者也是可以pop一点颜色 像我这种荧光啊 或是黄色啊等等的来变换心情 今天分享的都是小细节 但是全部加起来之后 我觉得真的可以让整个人看起来增结许多 虽然有些人会觉得 我可能讲的有点非常基本 有些人会觉得听起来很麻烦 但这就是给大家一个guideline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去做调整 至少我自己都很享受在这些保养过程中啦 如果你们有觉得哪一个部分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注意到的小细节 欢迎跟我分享 我会再把今天分享的这两瓶产品资讯 放在下面资讯栏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研究一下 或者是靠柜体验一下他们的质地啊 擦在手上看看味道喜不喜欢等等的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邀请体验的时候 体验邀请 而红颜 毫不有余的就答应了 好 反倒你 嗨 我打电话都没接了 那应该还是有开了吧 应该还是有开 他们只是太麻烦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程序 我打电话都没打电话了 是什么 by bwd6